都知道日本三大特赦是奥特曼假面骑士与超级战队 其中骑士与战队又与光之美少女被称为东应玉三家 既然都是特赦作品 那么骑士与战队之间就少不了会出现一些联动作品 本家端就与你盘点一下 有哪些假面骑士曾在剧中与战队联动过 一电王与暴台狼战队 早在暴台狼战队TV开播以前 东应就让假面石电王与其联动 推出了三集特别短剧 你问为什么令和战队要联动旧平成的作品 答案也非常简单 因为电王与太郎都是以日本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主角 陶太郎为原型设计的 无论皮套配色还是角色性格 两人都像极了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短剧本身则是纯纯的整合像剧情 由太郎向电王介绍布丁的正确使用技巧 明明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但短剧中太郎的表现反而比电王更像前辈 证明给你俩拍一个正经的V单元回 着实是可惜了 除此之外 暴太郎还在tv第25话中对甲冥骑士礼拜四进行了一波虚空嘲讽 但因为礼拜四的角色没有在剧中正式登场 阿当也就不展开细说了 2 胜任与全开者 说起这两者的联动 想必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这是超级英雄战绩中胜任的全开凯撒形态 2021年时 正值甲冥骑士50周年与战队45周年 于是电影中 胜任解锁了使用战队力量的特殊形态 而在电影正式上映前 全开世界的佐克斯 曾在胜任tv第43.5话中有情客串 为托马老师等人表现了他的尬物变身 随后 神代兄妹又作为圣人世界的代表 在全开者tv第20话中客串登场 你不仅能在这看到大舅哥和戒人的女装变身 还能看到全开者的三位成员 使用雷达力量释放特殊的必杀技 道理我都有 但牙昂用零一的骑士踢竟然没有崴脚 这点我是不太认同的 3. 艾克赛德与九连者 在九连者tv第7话中 主角拉奇得到了艾克赛德的一次性球遇 成功将本尊摇到自己的片场 虽说联动是件好事 但是艾克赛德的登场不像圣人剧组有那么多的剧情铺垫 单纯就是为了客串而客串 拉奇也是非常突然的 出现在了赛克赛德tv第24话 仅仅和有梦联手打了几个小怪的光速退场 气氛甚至只有五分钟不到 唯一比较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有梦的沙雕唱名吧 之所以强行客串 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宣传两边的联动电影超级英雄大战 单本至少这就是每年惯例的皮套大战 只能涂个爽 不能带脑子多想 要说其中唯一的看点呢就是巨大化的艾克赛德99级形态 以及假命骑士阿玛总的唯一一次客串了 在宋子玩的都是好人啊 4. 灵奇与受亡者 分别出自灵奇第24话和受亡者第7话中 首先用一句话来概括战队这边的场景 那就是白天火见鬼了 灵奇与受亡者的联动也和后背一样 属于非常唐突的类型 没有任何的剧情铺垫 小尊与大和就进入到对方的世界 开始联手对付怪人 虽然有点怪 但一想到大和也是假面骑士 好像为何看突然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5. 池奇与手里见者 两者的联动是个一小时的特别篇节目 既然时常有了保证 那么本次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太多槽点 比较良好的兼顾了战队与骑士各自的特色 同时 超级英雄大战疾癖的新角色 加冰奇与三号也作为敌意 于特别篇中再度登场 老司机的爱车斗南特龙甚至还在皮套套战环节中 与手里见者召唤的萝卜合体成了特殊形态 6. 凯武特辑者 由于某些大人的原因 列车战队特辑者无法在国内正常播放 外加上特辑者与假冰奇是凯武的联董就像池奇手里见者一样 是接近一小时的特别篇 因此大部分人当时可能都错过了这集 独人的名场面就出了这部电影 7. 超级英雄大战罪 不用阿当多说光听名字你就知道 这又是一部皮套大战 主角除了兽电战队与假冰奇是无奇以外 另外一大看点就是宇宙形式的登场了 作为金属英雄系列的代表作品 宇宙形式在东印众多特色中的地位一直不低 就连今年举办的超级英雄记中 东印也不忘让宇宙形式再次与骑士战队同台 然后超级英雄大战罪的剧情却拍的有些一言安静 不仅宇宙形式这边的故事没有讲到位 作为主角的假冰奇是无奇戏粉也少得可怜 登场人数过多导致几方都无法兼顾 因此超级英雄大战队也一度被赖打粉评为最烂的皮套大战电影之一 8 超级英雄大战 超级英雄大战算是第一部骑士与战队正式联动的电影了 光看海报 你可能以为这部的主角是假冰奇是戏奇与特名战队 实则不然 阿当认为最大的看点 还得是假冰奇是帝奇与豪快红的黄尘solo 两人都有着使用前辈力量切换形态的设定 同时也是各自系列中人气极高的主角 打起架来着实比普通的联动更有看点 当然小明哥与船长并不是真的要比战力 只是想用一些小伎俩来打败电影的最终boss 因此在剧情最后两人也没有真的分出胜负 十多年过去 小明哥已成为缝魔手下的亡魂 而船长却靠着夹雷王形态在外传杀出一条血路 不得不说 这波他实在是赢太多了 9 地奇与真剑者 如果不记录古早的过场与广告节目的话 那地奇与真剑者就是骑士与战队真正意义上的首次联动了 虽然小明哥在真剑者21话有过露面 但联动的主要剧情还是集中在Decator第24与第25话中 故事的起因是海东乱入真剑者世界偷走了圣主的折神 结果自己的变身器却被外道众夺走 变成了一类中企 于是真剑红才决定与小明哥联手对敌 由于是首次联动 剧情设定方面专排的着实非常到位 不仅得到两边粉丝的一致好评 后续的联动单元回 大部分也参考了地奇与真剑者的模式 属于是给东大妈拿捏到新伤机了 那么最后按照惯例 下面下面今天也在努力做视频 本期的故事告一段落 我们下期再见